我是老胡 欢迎收看胡侃 亮亮丽君夫妇在郑州讨生活 买房后呢 向开发商所承诺的现金返还却被打了 引起了很多共鸣 也有争论 总的来说呢 他们是真正的社会草根 他们生活的怎么样 他们的努力与改善生活目标的距离 折射了最基层百姓的境遇 以及他们的希望和呼喊 夫妻俩呢 最终要放弃在郑州的生活 准备回家乡 过更熟悉安全的日子 这有点让人伤感 如何让大城市里无根的小人物能够过得下去 让他们的努力能够奏效 并且呢 让他们对未来保持热情和希望 这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说 的确啊 非常非常重要 亮亮和丽君 从恋人成为小夫妻 于2021年11月6日 在郑州市呢 买了融创成的房子 也是那一天 他们开了抖音短视频账号 期待呢 从此万家灯火 终有一盏为我而亮 房子呢 98平米 首付45万 贷款102万 打工人能够付得起这笔首付 并且呢 敢承受每月房贷 6293元的压力 这反映了他们夫妻的上进和努力 也是社会健康 有信心的一个缩影 之后的2022年夏天 他们买的融创成工地停工 给这个家庭带来的冲击 可想而知 索性 今年郑州融创成的工地复工了 7月份楼盘封顶 这对应了政府保交楼工程带来的改变 也是很正面的信息 真正让这对小夫妻走进更多人视野的 是他们向开发商索要 21876元购楼现金返还 被打的这个事件 两人之前呢 已经通过展现自己的普通打工人生活 成为小有名气的网红 他们一次次找开发商要那笔钱 是因为呢 日子很不宽裕 太需要那笔钱了 他们记录下自己被打的过程 小人物受了委屈 无处维权 这是基层社会最经常发作的痛点之一 这段视频不断传播共鸣持续发酵 在网友中呢 引起种种小人物遭遇不幸 却有维权无门的联想 不管是否与亮亮和丽君夫妇已是网红 而且呢 相关视频造成社会反馈有关 他们被打事件迅速得到了基层警方的公正处理 两人在视频中向网友们通报了这个进展 称事情已经圆满解决 但是那两万多块钱是否要了回来 他们没有说 两人在昨天发布的视频中表示 准备回老家了 从小长大的地方有安全感 老胡看到啊 也有网友批评亮亮丽君夫妇的 指责他们做戏骗流量 有的说 他们买的不是七房 而是预售房 本身呢 就风险更大等等 什么事情都不能只听一方的说法 但我个人觉得普通人能分清七房和预售房 有什么区别的恐怕不多吧 要说啊 做网红持续制作视频播出都得呢 对节目有所设计 对材料有所选择 但必须保持呈现事情全貌的客观 不搞关键事实隐瞒 这个要求是基本的 目前呢 老胡没有看到 对两人隐瞒关键事实的指控 一些网友呢 对热搜词条 因烂尾楼要仗被打的亮亮丽君夫妇发声 这样的设计呢 用烂尾楼这个元素吸引眼球 有意见 实际情况呢 该楼盘并非烂尾 这个说法呢 我认为值得听取 这对小夫妇的视频 总体上呢 展现了他们的真实生活 也正因为真实才能打动人 帮他们积累了几十万抖音粉丝 他们展现的呢 有艰难 也有坚韧和乐观 我认为 他们是生活中很正常 价值观呢 也挺积极的普通年轻人 他们在维权中 与开发商发生冲突 虽然呢 自己很弱势 但不肯放弃 其实反映的是 他们对社会公正 一直保持了某种 袭击和信任 令老胡个人 感觉有些难过的是啊 这对小夫妻 最终选择 要离开郑州 回老家 虽然呢 这不能看成有代表性的 年轻人失败和撤退 但我们总是希望呢 听到更多 向上进去 成功的结局 而不想呢 经常听到 有人在大城市里 混不下去了 要往回走的例子 不愿意呢 他们触动我们 这可能与经济不振关联的联想 人们希望呢 经济增长 大家都有机会挣更多钱 城市化 红红火火的情况 不断延续下去 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些 很先进的领域 也形成了对接世界 顶尖圈层的关切 比如呢 最近几天 中国知识圈高度关注 美国OpenAI公司的人事内斗 但几乎与此同时 亮亮 立军夫妇的故事 在舆论场 另一层面 也在发酵 我们的社会 必须构建 有全局带动意义的竞争力 向高端发展 提供资源和注意力 同时呢 基层草根的事情 支撑着社会的基本面 他们是中国发展动力的起点 也是国家力量造福于民的终端 让越来越多的亮亮立军夫妇 能够往前走 充满乐观希望 则我们的大社会 必将更加繁荣 更加进步 充满乐观希望